哈神38奔腾训体育11月11日训,2018-19赛季CBA常规三第十轮继续进行,辽宁客超营战四川。 本场缺少郭艾伦和李小雪的辽宁队最多是一度落后15分,不过凭借着第四节22-10的进攻高潮,辽宁队最终在课场111比100战胜四川队,送给队首次连百。 CBA伤害北控线疯狂得分大战服神七十五分,却遭杰克逊六十三分绝杀哈神不发威当我是宋小宝。 哈德森顶湖三分首起到洛哈德森超级拉杆2加1,中场三分杀死比赛,曾能顶正面大帽哈德军赛后分析M,声音过世强谈过二轮伤情,下场能否出战还无法确定本场数据全场比赛。 辽宁队三分球命众率以43.3%比31.4%占据上风,四川队全场高达20次失误,比辽宁队多出7次。 个人统计方面,四川队四人得分上双,富兰克林四十四分11篮板七助攻五抢断,陈辰十六分五篮板二助攻,汤普森十五分13篮板三助攻,王正波十一分二篮板二助攻, 辽宁队四人得分上双,哈德森三十八分三篮板八助攻七抢断,从明晨十七分四篮板,巴斯十六分八篮板,汉德军十六分八篮板。 本场最佳,哈德森三十八分三篮板八助攻七抢断,尽管在上半场手感不佳仅有七分进账,不过在下半场哈德森手感回暖,他利用突破和三分球帮助球队缩小分叉。 第四节他的二再一更是帮助辽宁队反抄,比分,全场哈德森凯撒三十八分三篮板八助攻七抢断,在下半场他得到了三十一分,是一名辽宁队反扑高潮的首要功臣。 本场焦点历史数据上赛季常规赛的两次交手中,辽宁队完成了对四川队的常规赛双杀,在2015-16赛季的CBA总决赛中,两队还曾狭度相逢。 最终四川队一总比分四比一战胜辽宁队,夺得队史上首个总冠军,此一过后,两队自2013-14赛季以来,共交手十六次,辽宁队十一胜五副占据上风。 郭艾伦李小旭此一缺阵本赛季开赛以来,辽宁队一直饱受伤并困扰,球队主力赵季伟和刘志轩,目前都因伤无法上场。 本场比赛,郭艾伦和李小旭也没有随队出战,这让威冕冠军在右人上更加捉襟肩肘。 单节狂飙富兰克林第三节单节,23分上半场身被五次发挥的富兰克林在第三节彻底爆发。 本节比赛他三分如雨,每当辽宁队缩小分差时,他都用三分球环以颜色。 整个第三节富兰克林狂砍23分,恐怖得的得分能力让辽宁队无可奈何。 全场富兰克林砍下全场最高的44分,还贡献了十一篮板七助攻五强段。 比赛回顾首节比赛开始,四川队手感火热,汤普森三分命中,王正伯上篮得手。 四川队取得了十辆四的开局,曾门顶封盖了哈德军的上篮,不过随后中城远头三分得手。 另一边汤普森中投环以颜色,首节还剩5分14秒,四川队一,4比7领先。 哈德森远头三分命中,另一边富兰克林和汤普森连得5分。 富兰克林打三分得手,另一边从明晨在三分线外收起刀落。 首节比赛结束,四川队25比19领先。 四节比赛,富兰克林列得6分,另一边巴斯用中距离跳投回应,赫金指造反规后两把拳中。 巴斯抢断后完成快攻灌篮,第二阶还剩6分钟。 辽宁队将比分追至30比36,四川队完成快攻反击,孟达迪奖三分命中,四川队重新获得两位数的领先优势。 哈德森和从明晨接连在三分线外收起刀落。 半场战法,四川队47比40领先,下半场异地再战。 韩德军上蓝得手,从明晨远头三分得手,另一边富兰克林打成2加1。 随后富兰克林连续三分得手,第二阶还剩6分钟,四川队66比55领先。 汤普森到范围后两把拳中,富兰克林打板三分命中,另一边哈德森连得五分环以颜色。 高诗言在板击中三分命中。 第三天结束,辽宁队将比分追至73比79,末节比赛,辽宁队打成快攻打击,哈德森打成了2加1。 从明晨三分命中,辽宁队将比分翻超,末节还剩5分30秒,辽宁队92比89领先。 哈德森突破打成2加1,另一边王正伯三分线外环以颜色,韩德军篮下打成2加1。 从明晨再中3分,末节还剩2分钟,辽宁队将分差过道到11分。 随后,哈德森超越三分命中,杀死了比赛悬念,最中辽宁队以111比100战胜对手。 双方首发四川队,汤普森,富兰克林,左振年,王正伯,陈辰辽宁队,高诗言,中诚,扬宁,哈德森,韩德军下轮队阵联赛第11轮将在北京时间11月13日打响,届时辽宁队将客场挑战新疆队。 四川队将在11月14日,坐镇主场营战青岛队,林载。